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的系列基础教程 之前呢,我们已经学习了慢方法 加瓦的程序结构,数据的类型,还有不变的长量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 变量是什么 变量的定义呢,是相对于长量而言的 如果说长量是其中的值不变的量 那么变量就是它其中的值可以变化 既然变量和长量都是包含有值的 而加瓦中的值呢,又是有数据类型的 所以变量也会拥有数据类型 在我们之前的学习过程中 你会发现加瓦非常非常注重类型 它是不会让你做出把藏颈木类型的变量 放进兔子类型的变量中 这种既诡异又危险的事情 为了要让数据类型能够安全地发挥作用 我们必须声明变量的数据类型 这也是变量的第一个原则 变量必须拥有类型 而变量的另外一个规则则是 变量必须要拥有变量的名称 接下来呢,我们就在代码中演示一下如何定义变量 来到这个demo哈,我们依然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但是记得把后罪名改成点加瓦 嗯,就叫dog点 加瓦好了 接下来 public,class,dog 就是加瓦的程序结构 必须声明一个类 接下来的话呢 public,static, void,man 声明一个man方法 Stream,A-R-G-S 现在我们在门方法里面声明一个变量 在上节课中其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加瓦的数据类型 有数字 包括整形 整形有四种 有byte 有int short和long 还有小数 float和double 以及字符character 和boor类型 不了 现在我们声明一个整形的变量 变量呢 必须拥有名字 而且拥有类型 类型定义在前面 而名字则在后面 好 int 空格 x 这就是变量声明的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声明呢 一个变量叫做x的变量 它的数据类型呢 是整形 为什么要声明变量的数据类型呢 说明 因为变量呢 是里面的值可以变化的量 那这个量就比方说x吧 它的里面能够放任意类型的值吗 它能够放小数吗 还是它能够放字符呢 因为我这里定义了 因为我这里定义了x的数据类型 是int类型 所以呢 也就定义了x只能放整形 只能放整形数据 现在我给变量负一个值 100 保存一下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我声明它是100.56 但是会就会损失精度了 因为它的这个点56就未必会存在了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sinsting.out.println 输出x变量的值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编译一下 java.c dog.java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呢 就会报错了 就相当于编译不通过 为什么编译不通过呢 因为我把小数类型的值 付给了整形的变量x 现在如果我们要修正这个错误 就不能把小数付给变量x 而把整数100 复制给x 好 我们重新来编译一下 错误已经取消了 程序编译顺利通过 并且我的运行输出的结果也是100 好 从这样一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看出 变量呢 是具备名字和类型的 可以存放类型匹配的数据的 这样一个量 那我们可以把变量呢 想象成一个容器 对不对 你看它可以放数据 我们就可以把变量想象成一个杯子 如果说我们平时喝水的杯子 放的是水的话呢 而变量放的就是数据 而且变量所放的数据呢 必须跟它所具备的数据类型相匹配 否则就是不成功的 既然呢 变量像容器可以放东西 那杯子也有大有小啊 小到我们喝水的这种小杯子 小小的咖啡杯 大到喝可乐的中杯大杯 还有等等啊 放很多很多水的这种大缸子 那对于变量来说 它能放的数据也有大小之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程序哈 如果我声明一个byte类型的变量 byte类型呢 在上节课中其实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它只能放-128到127之间的这样一个数值 如果呢我放255 编一下 有报什么错呢 它说可能损失精度 为什么可能损失精度呢 因为255已经远远超出了byte类型变量所能承受的范围 因为byte类型最大只能放127 好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127 OK 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顺利的输出了127 从这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看出哈 其实我们定义变量的数据类型 不光定义了它能够放置什么样类型的数据 还定义了这个数据的大小 我们可不能把长颈鹿放到一个小小的杯子里哦 请大家特别记住哦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的课程中所介绍的Java的基本数据类型到底有哪一些呢 啊我们可以看到有byte类型 short类型 int类型 还有long类型这四种都是用来放置整形数据的 而float和double呢 放置的是带小数的这样一个数据 charac的类型呢 放置的是字符 还有bulliam类型呢 放置的是布尔值 现在呢 我们用代码来演示一下 不同类型的变量 应该放置什么样的数据 之前呢 我们已经定义了一个byte类型的变量x 放置的数据是127 现在我们定义一个shorty i等于32767 好继续 再声明一个int类型的z等于 这么多个零 看一下应该没有超出范围 再来 longl等于 哇 因为长整形 long应该是长整形 比int类型的这种变量 可以放很多 更多更多的这样一个数字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floatf等于2.5 好 还记不记得呢 float类型的常样数据 必须要加一个f 否则的话呢 系统会自动把它认为是double类型的变量 然后把double类型的变量呢 很明显比float类型的变量 能乘放的数据要大得多 它的小数位数要多得多 这就相当于把一个很大很大的数据 放到了一个很小的杯子里 你一定会溢出的哦 好 接下来double double d等于 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 character类型的变量c 好 我把一个单引号扩起来的字符a 付给了变量c 再接下来 拨量类型的变量b等于cho 请大家特别注意 等号的左边 其实是声明变量的名字和变量的数据类型 而右边呢 则是把值付给了变量 这个变量呢 其实就相当于在内存中我订阅了个容器 这个容器的名字呢 叫做b 好 这就是变量名 我们把cho这个数据 放到了变量b的这个容器里面 而且也只能放cho or false 因为这个容器的数据类型呢 是波量式布尔类型 也就定义了这个变量b 只能放cho or false 如果我放数字的话 一定会出错 好 一定会出错 这个地方还不光报这里错 还报了long l是过大的整数 超出范围了 好 再来 继续报第二个错 这也是刚才我故意引发的错误 我们是不能把数字放到布尔类型里面的 它是不能放到布尔类型里面的 好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错误都取消掉了 同学们对变量的理解 现在大家都感觉到位了吗 变量呢 首先必须拥有类型 其次它必须拥有名字 第三呢 变量是有大小的哦 虽然像byte类型 short类型 int类型和long类型的变量 xyz和l 它们都可以放数字 但是呢 它们放数字的大小却是不一样的 如果long是最大的杯子 那么byte就是最小的放整数的杯子 大家记住了吗 好的 这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请大家下来好好复习一下 谢谢大家